晚上好 晚上好 欢迎来到直播间 我是人见人爱猫狗 见了就想来我家的喜猫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周五好 我完全忘掉了今天是周五 就是一直以为它今天是周四 甚至是周三 我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今天要直播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日期 今天居然是周五 比尊杰好 Coco好 Demon好 柔柔好 狸哥好 松石好 对对对 主要是脑子太乱了 喵宝儿好 东东哥好 美清洁好 花结语好 4018好 安稳好 快乐姐姐好 快乐姐姐今天有空了 是忘掉了 已经忘掉了 没有的工资不归我发的 工资是大坝负责发 我只要把钱打给他就可以了 我还是真 我是是不会知道的 发工资的事情 啊 除非他们没有收到工资 然后会问我 我正准备就是去喂阿仔 然后我自己做一点什么来吃一下 我还没有吃饭 我说正要去做饭 结果黎哥说你不直播吗 我都忘记了 我本来是要拍他出来玩耍的 我刚搞完卫生 啊 对 现在要去喂阿仔 因为阿仔比较饿了 我这几天他吃的都比较晚 因为我很忙 阿仔走 妈妈去喂你 先去喂阿仔 然后我们再来问其他的小猫 哎呦 我妈妈应该在等着了 妈妈咧 妈妈 妈妈 妈妈应该在等着了 我看一下岩石 怎么有两坨黑黑的岩石 啊 这几天真的是忙到抽筋 一天 连一顿饭有时候都吃不上 哈哈 因为事情总有那么不凑巧 就是 萱萱他回家了 然后本来是回去一个星期了 那么 因为一些事情 然后要回去可能两个星期 然后现在是我最忙的时候 然后呢 从27号开始 淘宝的所有旧的商品 除了 现在才上架的商品之外 旧的商品 只要数量多的全部都要清货 因为我搬家实在是难以带走 还有一个是我需要迅速的变现 我需要钱 因为搬到新家 除了交房租啊 定金那些都是小钱 新家肯定有很多东西要 要添置 还有厨房 它里面什么都没有的 然后这边的厨房拆过去也用不了的 所以没有办法 这算下来估计得花个 八九万块钱吧 就这么随便算一下 所以说我现在很需要钱 我就要把东西 抛售掉来变现 27号的时候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可以来看一下 如果现在你要买旧商品的话 你也可以叫我直接给你打折 就是会 会打到骨折为止的你放心 现在先去喂阿宅 阿宅还没有吃饭 我还没有找好房子 但是这些都是要预备的吗 因为我现在看 我跟你们讲就是为什么我知道要花这些钱 首先 精装修的房子是不会租给我的呀 谁会把一个精装修的房子租给一个 养猫养狗的人 是不是 如果是你家你也舍不得了 所以 这个就 如果等一下信号不好就跟我讲 所以就 所以就只能租那种就是刚刚 啊 简单装修的人 嗯 就是只能租那种简单装修的房子 这还没有弹呢 这是我把它分为两码式 我们不要混为一坛 要不会很烦呢 就是一码式是一码式 啊 反正走已经是定局了嘛 离子好 他就分成两码式来看就好了 房东是房东的事 租房子是租房子的事情 木木好 两件事情把它混为一坛 会很烦很烦的 哎 我先去 啊 林妈今天 买了很多罐头 我都还没有来得及发 因为太忙了 光是搞卫生一天就好几个小时 我的腿又痛 然后晚上又 又困又睡不着 早上又起不来 就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我都怕我生病 外婆也不在家 然后外婆4号才回来 哦 然后最近这么多事情都是一个人 就是在扛 啊 蛮惨的 灵妈带了那个 啊 给不光给猫咪买了 买了买了 买了罐头 然后还给 还给狗狗也买了罐头 啊 待会我们再来聊 我先喂狗狗啊 我先喂狗狗 都来了 听听到那个碗的声音 你看都来了 哈哈 对我厨房这边是肯定就 浪费了嘛 啊 这个厨房是搬不过去的 就不管你搬去哪里 你拆它下来 它就会破损了 就因为那些螺丝啊 什么鬼的 你到时候就会是一个很麻烦的事 还有 新去的家 还不知道有多大 是吧 到时候再说 嗯 搬家到真的不用它 搬家会请专业的人来搬 因为不专业的人来了会添乱 啊 宁可花一点钱就是搬得 搬得安全一些啊 然后怎么讲呢 就是 不要花费太多的精力 反正都是要请车了 是不是 就不管谁来帮我搬 都是要请车的 到时候就 请人请车来搬 在杭州很地搬 啊 不是很远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这是阿仔最近的饭 昨天吃剩下这一点 然后里面有 有鸡肝 有牛肉 然后有鸡肉 然后还有那个鸡架 看不出来哈 那个牛肉好贵啊 嗯 就买了一堆回来 然后把它分成一层一层的 把它动起来 然后我每天 啊 每两天做一次 这是他剩下的 我先去给他热一下 然后再拌一点罐头 我给他 弟弟 弟弟 弟弟在这里猫猫 碎碎呢 热一下 我先去给他弄狗粮 现在太胖了 然后以前吃两勺 现在吃一勺 那是 我izi 也太胖了 昨天西说老师也很担心 然后跟我打一个小时的电话 我再找一下二 他还蛮喜欢吃小李子的罐头的 林妈就是太客气了 他本来还买的巅峰的罐头 我叫他退掉 不是巅峰 那个罐头最有名的叫什么 是巅峰吧 他买了巅峰的罐头 40多一个 我让他赶紧退掉 我说小李子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阿债 他是也吃副食的 所以说罐头啊 狗粮啊 还有副食啊 加在一起 像这样的就已经够够了了 不需要买那么好 等我买一下 对 我昨天看他下班 我就吓死了 我就赶紧叫他退掉 他买了那么多 今天因为有别的肉 就先给他 这里大概是200克吧 一百多克 没有200克 先给他这么多 然后明天不吃肉 光吃这个罐头就好了 那今天还有那么多点剩下呢 想不想吃 哦这么乖啊 你看他好乖啊 看到有好吃的就乖啦 是不是 我们拌好啊 狗狗在那里叫啦 听到人家都在上面 他一个人在下面 所有的妈都跑到厨房来了 所以朵朵在那里急死了 在下面一叫 他这两天好像有一点认识妈妈了 他晚上会去朝妈妈叫 但是我一叫他跟我玩 他就忘记了 花滑 蹦了他一眼 他就跑了 所有的猫都在围观狗吃饭 都在围观狗吃饭 好好笑 这里还有堂堂兄妹俩 二三四五六七八个猫在这里 全家一半的猫都来了 好喜欢喜猫 为什么 谢谢你 谢谢你 对 他总是这样讲的 那个 花滑 你不能吃了 刚才说到房子 就是为什么找房子这么难呢 就像刚才我说的 你找精装修的房子 人家是不会租 租给你一个带这么宠 这么多宠物的人 他是不会租给你的 那么租一个那个 批房又是不可能的 我不可能去租一个批房 因为一个大房子 你没有花个五十一百的 你都住不进去 就是昨天去看的那些 然后地板没有地板 水电没有水电 你全部都要弄 你没有个一百万 你根本住不进去 真的 所以说就很难呀 可以选择的东西就不多 拜拜胖胖等等 好 欢迎来到直播间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可选择的就不多了 那么我为什么不去找公寓呢 其实平层是很好的 然后我不用爬楼梯 我对我腿来说是很好的 但是平层的话呢 一方面是就是很多都是精装修的 没有那种 没有家私的很少啊 当然也有 我也看到了好几个好看的 然后大大的 很通透的那种 可是呢 在那样的房子里面 如果一旦狗叫啊 或者有猫啊 被人家投诉 就哪怕你不被抓走啊 就是不犯法 但是房东为了不惹麻烦 也会让你走 知道吗 这就是我见得多的事情啦 所以说 与其这样子 他不像我在无锡 那是我自己的房子 你要投诉也没有卵用 是吧 当然无锡我的邻居也没有投诉我 我只是说说而已 那如果他像我们小区这样的 大家都住在排屋里面的 然后还经常说邻居的狗 这啊那的 就是像他听我说的 他那个小狗 问都没有问是谁了 直接投诉给城管 开始说 开始是跟物业讲 叫物业叫城管来 然后物业的说 城管现在没有上班 要下午一点半 我估计物业也是想缓冲一下 就是看有没有主人出来 领着这只小狗 因为白天早上 谁会总是看着那个群呢 是不是啊 物业主群呢 然后呢 那个那几个人 他就不愿意啦 然后就甩了一个 电话号码城管的 在群里面 然后就直接打电话去 叫城管来 还把当时 把那个小狗拖走的 拖上车 把他用棍子制服啊什么 他他们都拍下来了 视频发在群里 我就觉得这些人真的很过分 你知道吗 我真的不要有这样的邻居 太过分了 大家都是住在这里 我是租房的哈 但是很多人都是 一直要在这里住几十年的 你说这样做 我是不是太过分了 对啊 我就觉得很过分 所以我更不要去住公寓 如果是住公寓呢 一旦你要用电梯啊 你要用公共通道啊 然后你要 你家的狗狗稍微叫两声啊 或者他本来就衰弱 然后他说是你家的猫在跑酷啊 我有一个朋友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露露的妈妈 他之前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他全家都在睡觉 有监控他 然后他楼下的邻居 一直讲他家在跑酷 猫在跑酷 然后都报警 警察来了 看过监控了 人家都在睡觉 猫也在睡觉 他非说人家猫在上面跑酷啊 就反正是猫的事情 所以说啊 我是就一定不要住公寓的 我一定要住一个独立的房子 就是连排也可以 独立独立的也可以 就是不要不要有楼上楼下的 然后也不要跟邻居太近 像我周围的邻居 就是我们这一条六户啊 都是很好的人 八户 然后关于大家担心的流浪猫 有没有人味的问题 我跟你们先讲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隔壁的隔壁 就是涛涛他们隔壁 搬来了一位女士 那位女士呢 她财力非常雄厚 那么她光是装修就花了很多的钱 半套房子的钱 其中为流浪猫装了一个地下室 就是她是会救助流浪猫的人 所以她为流浪猫专门装了一个地下室 我没有跟她去联系 因为我不是那么主动的人 但是呢 这是装修的那个小金给我讲的 对 那个装修的小金给我讲的 她说 我跟她说 我说 她说 你这个邻居的房子快搬 快装好了 她要过来住了 她买这套房子的时候 也是价格比较贵的时候买了 然后装修花了一大笔钱 她跟我说 我说 是你装修的吗 她说不是 她的地下室是我搞的 她说她地下室是用来收留流浪猫的 她说 这个业主很有爱心 她总共花了很多的钱 什么什么什么 因为她是装修的 然后她说 她那个地下室就是专门用来救助流浪猫的 这个女士 对 所以 就这个事情不用太担心 我们小区不只是我一个这样的人 哪怕这个女士她没有搬来之前 我们小区也有很多 是会帮助流浪猫的人 包括我们其中有一个粉丝 也是我们小区的 对 虽然有恨狗党 也有讨厌猫的人 但是好人在哪里都是会有的 看她吃的光光的 林妈 林妈开不开心 对她家很漂亮的 就是我们在拍那个 拍衣服裤子的左边 就是她家 她家很漂亮的 我没有拍到 我是故意不拍的 董事长 我把冬季烧一下 要把阿仔没吃完的盖起来 用保鲜膜包起来放起来 等我一下看 差不多明天就快了 冰箱里面我为了偷懒 我倒了一个 倒了一个 勒扣的蒜末在那里 所以整个冰箱都是蒜味 我现在很后悔 我买了一个这个倒蒜的 然后 我就觉得每天去切蒜很烦嘛 我就买了这个倒蒜 就倒了一碗这么多 放在冰箱里 现在冰箱里全是蒜味 我不要疯了 走吧我们到下面去吧 我要拌一壶睡下去 我很渴 刚才没有拿水 我先在这里喝两口 稍等我 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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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钟 我每次去哪里都是会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就顺便一起做了 咱们就不用跑来跑去 走了 我帮你去吃饭馆走了 走了 然后本来今天是想炖喵宝儿送给我的这个 这个蘑菇 然后你看我把时间搞忘记了 这是Lulu妈妈送来的 然后我已经开来吃了一瓶 把那个笋给吃掉了 其他的还没有来得及吃 因为我一个人怕吃不完的话就会坏掉 照照照 哎呦 我要关张 手里要拿来一杯笋 要拿来一落碗 那这个就不知道了 我不会去联系他的 就是怎么讲呢 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也不会去要求别人 这个就顺其自然了 这就是命了 是吧 没有办法的 我也不可能说 就是为了照顾他们 然后就不顾其他的事情也不可能 人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 只能说我把我现在手里的给他好好安置就行了 像朵朵我肯定是会带走的 朵朵啊 因为朵朵已经有好几个人来咨询了 我现在只是要看一下他出来之后的状况 才决定要送他去哪里 因为来咨询的人 每个人他的要求 对猫的要求都不一样 那么所以呢 现在先喂猫 我的 因为我现在我的手机有电 我刚才没有充电 等一会儿我们坐到那边再慢慢聊 来啦 需要吃看看 要去朵朵那里去吃 朵朵有人领养啦 我现在还不知道 还不能官宣 没有我不带走 我也会犯规啊 朵朵本来就是打算犯规了 但是现在已经有人在领养他 我礼拜六要跟他视频通话一次 因为这位女士要领养他的女士 他自己并不在上海 就是他现在因为他家的狗狗年纪大了 需要照顾 他暂时回台湾去了 他们全家都是在上海生活的 等他的狗狗已经18岁了吧 好像 现在是要照顾他家的狗狗 然后照顾好了 或者是不好了 他才回到上海来 所以他现在呢 打算把朵妹先接到家里去 他家里还有其他家人 到时候他回来的时候就自己照顾 对对对 是很有爱心的一位女士 他不希望 他不希望朵妹被放归 所以呢 他怎么他都想努力一下 因为带去台湾 我觉得不太现实 目前来讲 以他的脾气 但是这位女士呢 他愿意给他时间 如果不行就一直在上海生活 如果行的话就带回 带回台湾 就是两手准备 所以他这样讲了 我才放心要打算领养给他 可是呢 现在他人不在上海 那么我是不是得跟上海 他的家人沟通一下呢 对不对啊 就我担心的是什么呢 担心的是就像我们养猫 然后丢给父母 父母是不愿意的 那么他是要交给他的儿子 和儿媳妇来照顾 那么我想知道 他的儿子愿不愿意 是不是啊 如果是他儿子 儿媳不愿意的话 那这个事情就不够 他去偷吃猫粮 那这个事情就不成立了 对 如果是说他的儿子 明天我们视频的时候 就是视频通话的时候 他儿子也表达了 他这个有时间啊 可以照顾他 可以包容他 因为很现实的是 猫妹去到新环境 是一定会叫的 他在我们家足足叫了四十几天 是不是啊 那么他能不能忍受 就是因为上海来讲 他邻里的距离是比较近的嘛 所以我一定要跟他的儿子来聊一下 聊好了以后 没有问题了 那就可以送过去 所以现在我还不能官宣 虽然这位女士 她是很有爱情 她也表达了强 强烈的意愿 必定来讲 猫咪的性格 就是跟想象中的是有很大差别的 我还是要把事情讲清楚的 好 是不是啊 如果能去 当然最好 如果不能去 就原地放归 也没有 本来就是 对 本来就是打算给他做TNR的 并不是每只小猫咪都能找到领养人的 对不对啊 就是就要看缘分了 李老师呢 是不可能照顾得了这么多猫的 昨天我看到有一位粉丝说 你可不可以在你们小区再租一个房子 为了照顾这些流浪猫 我想说 我想说这就太勉为 勉为其难了 说真的 因为我考虑其他的因素更要多 首先要 要为我自己考虑啊 是不是啊 我都活不起了 我还谈什么救助啊 那不是很虚伪吗 那不是伪善吗 是不是啊 我连家人都不顾 然后先去顾流浪猫 你们还会觉得我是真的善良吗 这可能吗 不可能的事情啊 我明白大家的爱心都想为小猫咪好 但是咱们也要从实际去出发 就像李老师现在 现在一个头两个大 是不是 这些问题谁来给我解决呢 都是我来解决啊 不是出一张嘴就可以了 就是大家要从现实出发 不能就是光是动动嘴的事情 李老师会很伤心很失望的 就是那种 你都没有想过我嘛 就是我就是这种心态 你知道吧 当时看到这样的话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的心态 我觉得我真的连流浪猫都不如 真的 虽然我也很爱动物啊 但是我也希望别人也能同 爱乌吉乌你爱动物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 李老师是不是 等一下 我其实肚子蛮饿的 昨天晚上吃了一个丁意面 还是三口两口就给它吞了 因为昨天晚上有一个工作要做 要不明天就没有办法拍视频了 昨天晚上就是把我去送李林去香港的视频 因为我是小姐姐在剪辑 我要帮她翻译 如果我没有翻译出来的话 那她就她不太难听懂 就是粤语她不太难听懂 然后还有一些修改 因为她听不懂嘛 然后中间有一些剪辑的细节 今天也是跟她沟通了一下 告诉她哪些地方 就是有前沟有后雨 就是要煎上的 如果明天发不了视频就后天翻 反正就单转一下 这段时间太忙了 等一下哈 我来先把小猫咪安置好 然后我们再来慢慢聊天 我有很多话要想跟你们讲的 因为我这几天都要憋着嘴 都要发霉了 不骗你们的 所以评论里面我都没有去解释 因为就是问我很多问题嘛 我也不想在评论里解释 因为一个人问了 还会有第二个人问 所以我就一概不解释 然后我们来直播来解释 我当天就想开一个直播来着 但是太远了 宝宝脸宝吧 宝宝 宝宝来了没有 宝宝给安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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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来了没有 宝宝 但是我也要快发呀 不发视频的话 我也没有收入 所以说什么都不能单误 就很累 超级累啊 其实如果是说哈 我是说如果 如果都没有那个 没有找到我想要的那种 就是简单装修的房子的话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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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如果是要真的去啊 装修一个 改造一个 就是从头到尾要花很多钱去改造一个房子的话 我宁可去农村去改造 因为农村的房子我改造 我找一个靠谱的房子 还是能找到的 就是通过 通过那个村尾啊 去租一个靠谱的房子 比如人家无保护的房子 婷婷给我问过了 就是有蛮多这样的情况的 就是没有 无儿无女的 然后 房子以后也不会有后人的 然后还有一些甚至是 老人 那个孤宝老人已经不在了 然后房子是已经交上村尾去了 有很多这样的房子 那他是不会有人来跟你争房子的 你知道吗 然后在那种地方去改造一个 就不用担心说 他看到他的房子争址了 当然 我不是说我们房东他 我们房东他一直都是一个比较 温温而雅的人 然后之前对我也很好 像疫情期间那些药啊 检测版啊 根本就是脱销的 他都是一盒一盒的寄给我 所以我相信他这一次应该也是遇到了什么大的困难 让他做出这样的决定 所以我跟他是约在周一 见面谈 那么我就在这之前我什么都没有问 因为已经是注定了要搬走的 就不要就是搞得自己很焦虑 就开开心心的去找房子就好了 然后周一再看他怎么讲 对啊 看他怎么讲再说 是不是啊 那他之前对我的好都是真的呀 也没有说 怎么样是不是 就相互理解一下 如果他也能体谅我 那我们就会很愉快的 很愉快的结束这个租赁的关系 那如果是说 如果是说 说的不好 那再说后面的话 对吧 李老师又不是笨蛋 不用担心太多 相信我 对现在要先找房子是第一步 然后还要要变现 要不你找了房子 你租下来了 你没有钱去 没有钱去 卖家司啊 然后什么的 你住不进去 你不是白租了吗 有什么用啊 然后还要两边都要交钱 是不是啊 本来就有合同啊 我现在也有合同啊 我这个人做什么都是很认真的 阿朵阿朵 我这个人做什么都是很认真的 Coco就知道我是一个死脑筋 我不是那种 就是我跟你很熟 就口头说一下的人 我绝对不是这种人 我 这一方面 我是一个死脑筋 我一定是要按程序 有版有眼的去做的 我不管我跟你多熟 我晚一点就会让他出来 因为我要拍一下 西言好 反正我相信他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 这种事情发生了 那他才要这样做呢 你想他老家本来就不是这里 他在老家住得好好的 他搬到这里来还不跟父母在其他屠杀 是不是啊 是要连迈吗 稍微等一会再连迈哈 等会喂完了再连 对我是比较比较较真的人 人情归人情 规矩是规矩 我是 我是分得很清楚的 等一下 等一下 妹妹 妹妹吃不吃妹妹 快点妹妹 一个罐头都吃不完怎么回事了 今天都不饿 哦点错了没事 哦没有什么情况 就是我现在可能要搬家了 所以再找房子 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 昨天去看到好几个 还行的地方 但是因为都是装修 没有装修的问题 就是我只要基础装修就好 我不需要他装的怎么怎么样 我不需要的 就比如说地板是有的 墙是刷过的 厕所是有马桶的 就可以了 还有厨房的水垫是有的 他哪怕没有橱柜都可以 就我不能去给人家做基础装修 光是一个房子 我不说多嘛 200个平方哈 我肯定是要要的 那200个平方的房子 如果你去给他做地面 再加上做水垫 这个一下来就好几十万了 我肯定不会了 妈妈妈就 你说怎么办呢 那你觉得怎么办呢 我又找过没有合适的房子 我有看过没有合适的房子 那边的房子 几乎都是没有装修过的 不至于吧 他经济实力是很厉害的 我觉得不至于吧 就他的老师的问题 我就不管了 就是房东 我叫他老师 他的问题我也不想去问 就是人家说了要回来 那不管什么理由 他就是要回来 对不对啊 你只看这个结果就好了 我并不会去追究他 到底什么原因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说真的 谢谢 谢谢 谢谢251 谢谢你的那个礼物 谢谢 谢谢喵宝尔 对那是他自己的事 我也不会去问的 这也不礼貌 对不对啊 我不会去管他是什么原因的 就是我们只知道这个结果 他要搬回来住 就不是我要搬出去就对了 没有必要去想那么多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啊 他哪怕是这个房子卖掉了 跟我也没有关系啊 就是不用去管他什么原因 对不对啊 没有到期 没有到期 他也说了要补偿我 但是补偿是多是少 这个是问题 啊 礼拜一再来商议 他礼拜一才来跟我商量 就在这之前 我都不打算去有什么猜测了 先听他怎么讲 我没有任何的什么意义 就是听他 听他怎么讲 他的房子要租出去 是不可能租的 比我现在租金高的 按照现在的行情 所以这个是不可能说 他觉得别人给钱多 他要租给别人 这个不存在了 我们这边只有比我房租低的 没有这个房租的 因为我是四年前跟他签的 没有办法 现在是不可能有这个房租的 对对对 我都不想那么多 你们也不用想那么多 这事情来了再说嘛 现在都不知道是 人家是怎么打算的 因为他在电话里 他都已经讲了 要他会补偿我 所以先看他怎么讲 我们先看他怎么讲就好了 我也不去想那么多 想那些没有用的 是要补偿 他也很懂法律的 我也有合同在了 这些都是没有什么 大家都是文化人 对不对 我虽然我文化低一点 但是也好 但也是有个身份证的 是不是 所以不用太担心了 如果不行 还有律师 是不是 不用太担心 大家不用太担心 相信我就好了 我现在弄饭去给 煎好 弄饭去给朵朵 他慢慢吃 顺子来了 等一下 他才吃完 饭又在等着洗碗了 等一下 那出去 他才来碗 出去看 他才等一下 我现在腿痛 我是坐在地上的 同学们 我是坐在地上的 我蹲不了 腿痛 吃了 吃就还没有做呢 秘密姐本来说 这两天就要来我家的 他要来照顾我 要重展之后呢 他回去就给他老公 烙了几十个饼 然后他就准备过来 但是这两天 我不是忙吗 然后我姐夫 就是秘密姐老公 我姐夫又得了 那个带状泡枕 很疼很疼 然后也需要他照顾 所以我就说 你先别着急了 你先照顾他吧 然后 对烙了那个春饼 烙了几十个给他 刚才是谁在拍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如果你们是拍旧产品的话 先不要拍 我们27号会做大甩 会做甩卖的 就是那时候会很便宜的 如果是你要拍单品 也可以叫我打折 我是想尽快的把库存清掉 然后因为不管搬去哪里 这个仓库一时半会 都是找不到的 然后还有那个 我要变现 我需要钱 所以呢 大家如果想支持我的话 就到时候甩货的时候 就去就去减一下便宜 会便宜到你们不相信了 对 我已经服务太多了 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然后 哎呦我站起来腿都疼 我做这个甩货的决定的时候 黎哥他们 还有美清姐 他没有劝过我 他说 你这样甩的话 别人会以为 你之前赚了很多 因为如果是低于成本 这样去甩 人家就会以为 你之前赚了很多 但是我说 我真的 只是为了便宪啊 大家都不用想太多 我之前 把多少钱做来的 是不是赚了很多 不用去想这些 黎老师不是那种 唯令是途的人 我现在只想见见 我给妹妹开个罐好 等一下我给妹妹开个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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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她刚才没有吃 醬汁 我不想炒 哎 Christmas 太陽 你吃不吃花粉呢 它要熊我的 花粉因為 Zhang 这个顾不了这么多了 我现在就想快一点清出去 对 就是把库存都清掉 他其实跟我很好的 只不过是不能从这个门来跟他好 昨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 他一看到我他可高兴了 然后就他叫 嗷嗷叫 就是要我去撸他跟他玩耍 很兴奋在笼子里面跳来跳去的 然后把猫砂盆都踩 踩得到处都是 他看到我好乖的这个小家伙 因为朵朵还没有绝育 以及他疫苗没有打完 然后如果在他结束这些之前 我要搬走的话 我就会带着他一起的 并且他已经有人要领养他了 所以我觉得不是问题 肯定啊肯定啊 嗯 班长其实已经帮我把那个 帮我把那个做好了 帮我把那个链接都做好了 就是因为现在是活动期嘛 我如果是现在上架就完蛋了 那天我T恤上架的时候 我忘记了现在是活动期 然后一下子有一位小姐姐 他拍的第一件 然后我一看到那个价格 112还是113 我一下猛逼了 你知道吗 好在他在我上架的时候 就是那天还是半夜上的架 然后他马上就拍了 要是我没有看到的话 第二天我睡得很晚起来 就惨了你知道吧 因为我们新的T恤呢 前面印花的那个工艺就比之前的要贵一些 他是换了一种工艺做的 然后就贵一些 所以就不能不能去参加那样的活动 就是200件20再叠加店铺券 就不可以参加这样的活动 如果要参加的话就要把价钱加上去才可以 所以说我就当时我都吓到了 你知道吗 好在对好在那个小姐姐当时 他他帮我拍了两件 然后让我发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也蛮感谢他的 他里面那个罐头 他他没有吃完 是因为他的薄圈不方便 再等两天 27号就可以拆线了 他这两天冷静了一些 没有前几天那么暴躁了 他前几天都不会当着我的面吃东西的 老师喂好不好 然后很凶很凶 老师要凶我 老师喂 他还是不原谅我呢 妹妹来 这个碗呢要放进去才行 要不他的头他会碍事 就是要让他吃不到 那妹妹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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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他的衣服给他脱掉了 然后薄圈是一定要带的 没有办法的 他的伤口恢复得很好 我有看过了 那乐乐进去了 乐乐来了 那你进去陪他了 去啊 我之前我以为小熊是很爱这个猫妈妈的 后来我才发现不是的 他爱的是猫妈妈的罐头 每天来掏人家的罐头去吃 你知道吗 今天被我拍到了 他来偷罐头吃 被我拍到了 嘿 小妹 挑挑吃不吃 哦 阿咱要玩咕咕鸡啊 他昨天不知道去哪里找出来了 他的那个万年 万年咕咕鸡 这个买了好久了 那 昨天很高兴 然后看到我回来了 非常高兴 就给我找了这个咕咕鸡来 嗯 去了 其他飘妹我不看你啊 我在这里看他那不吃 哎呦 爬起来 啊 去叼了叼了 我刚才丢到那个 洞洞鞋里面去啊 叼出来 拿来给妈妈 拿咕咕鸡来给妈妈 妹妹吃呀 妹妹 留一点晚上给 还有小半个 这是留给晚上 朵朵的宵夜 飘妹呢 他一天吃两顿肉就可以了 因为多了 他不吃 他会 他会胜在那里 我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这么自律的啊 怕肥还是干嘛 就是你喂他三顿 他是不要吃的 他只吃两顿 然后其他时间 他会自己去吃猫粮 还是蛮乖的 再来吧 妈妈你休息了妈妈 再来 嗯 再来 妈妈 哎呦 积极的很 要吃饭的时候 他就去锻炼 他很积极的 你有这么积极吗 嗯 嗯 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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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吃饭饭还是 还是去去跑跑轮 那妈妈 妈 快点 我从亚蟲展拿了很多礼物回来 然后现在在剪视频 等视频剪好了就给大家抽奖啊 有很多礼物 非常多的礼物 到时候我们抽10个人来来来评分 嗯 光是好看的帆布包 然后还有那个品盛的那个充电线 三合一的充电线 那个很好 本来还有一个充电器 有两个充电宝 然后被我和咪咪姐打结了 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充电宝 本来是人家品牌是送了这个给你们抽奖的 但是被我被我私吞了哈 对不起啊 我跟大家说一声 因为我很缺一个充电宝 上次去去药丛展都没有充电宝 就是这个机器人 这个HHO love 就是这个机器人给你们的礼物 然后我把我把线给你们了 我我拿了这个充电器 因为它不用带线很方便 所以我就我拿了 被我贪污了 对被我贪污掉了 我吃一颗糖哈 你们不要介意 我拿一颗糖吃 我最近 因为那个灵妈给我买了那个优哈 然后我就吃上瘾了 我自己又买了好多 这次活动嘛 然后刚好又有一张天猫卡 就拿那张天猫卡 买了三包糖 三十一包 啊 那个是小小猫咪玩的鞋 那个是一个猫窝 我先把充电器插上啊 哦 是哪一位的头位 谢谢我没有刚才闪过去看到了 已经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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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你想我都没有时间做饭 所以我其实现在就想上去再拿两块下来吃 大头没有体检 大头我打算是明年体检啊 今年就不体检了 嗯 吃一点避免低血糖 我是害怕低血糖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家如果是真的要搬家的话呢 这段时间我是没有时间再去做别的事情 然后如果搬到那边 那边是有农陵大学的 就是杭州 杭州农陵大学 农陵大学就是农业大学 以前叫农业大学 他有一个动物医院 那是很专业的 就相当于 就相当于北京的 北京农大的动物医院一样 他是很专业的 那既然有这个机会 到时候去那边啊 再体检什么也方便 因为那里离 离就是离我想去的小区都挺近的 对 大手术很健康 然后没有没有必要 就是一直 一年检一次 两年检一次就可以了 如果超过十岁了 一年检一次 对对对 九九说的对 对了 他们都是很专业的人 里面教授啊 什么的都是很厉害的人 就像人家去 在北京想去挂那个农大动物医院的门诊 你都很难挂到 对对对 他现在叫农林大学啊 就是农业和林业大学吧 应该是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说 我都会考虑进去的 就是所以大家要相信 作为一个成年人 我也不年轻了 是吧 哈哈 这辈子已经走过了半辈子了 我也不年轻了 不要不要 不要担心我哈 谢谢大家 就是对我的关心 但是我真的是一个成年人了 我是 而且是一个见 走过很多地方的成年人 然后又是一个很有原 很有原则的成年人 所以大家要相信我 很有能力倒也没有 就是我有困难 我会跟你们讲的 呃就是我还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吧 就是不会 不会因为啊 不会被情绪去左右我的 我的理智 不会的 像我要搬去之前 我去年 也不是去年了 上 也是去年吧 我都了解过 就是那里去到 这一带有多远 就是我从 从我想去的那个 我想住的那个地方哈 那周围 坐四个四站的地铁 就到我家现在的地方了 你说它能有多远呢 是不是啊 然后嗯 如果要去那个浙江最大的 那个这一大的话 到了我们这个 这个绿厅站的时候 然后再下来再换成一个 就可以直接到那个 这一大的门口 况且呢 根本就不需要那么麻烦 就是林安 林安本来就有医学院 然后林安也有 嗯 不是 他有一个那个 三级甲等的医院 就是超级大的一个三级甲的医院 然后 这些都不是问题 还有有一些人 他误以为 他误以为我说的农村 就是 他想象的农村哈 我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江浙户的农村 你们都不要拿农村 农村的眼光去看待它 这个是 而且林安并不是农村 就是 我那时候 带狗狗去玩的那里 才叫农村 但是那个农村都比 很多啊 一些 经济不发达地区呢 镇要好很多 对 他比一个乡镇都要好很多 江浙户的乡下 是一点都不穷的 对啊 他的 他的经济能力是非常强的 所以不用不用担心说啊 怎么搬去农村啊 怎么怎么觉得我很可怜啊 没有 虽然是啊 要去农村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因为在城市里面 就是对狗狗 还有猫咪的包容度 就是在我们小区来讲 就已经让我很失望了 然后还有房租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我没有必要住在市中心 我都不是那种喜欢出去玩的人 对不对啊 我不需要住在很市中心 反正怎么讲呢 我喜欢这小区很安静 然后外面很喧嚣 我就喜欢这样的生活 那刚好 林安就是这样的 甚至比我这里还要 外面还要喧嚣一些 里面比这里安静 外面比这里喧嚣 那就是很好的地方 外婆也很喜欢 来啦 他刚才叫叫叫叫 对对 对对 快点 就在那里闻什么 对对 快点 他要跟我闻 好我把这个推开一点 哦知道了知道了 他要从这边来闻 知道了 哦要喽喽啊 你看从这边 他跟我关系就很好 不懂是怎么回事了 这个小猫咪 他现在就是要喽 他每次要喽了 他就在那里横横横 在笼子里面转转转 然后我叫他的名字 他就会过来了 你跟点点一样乖 我真的觉得他跟点点 好像啊 很乖很乖 是不是 是不是很乖 来这边撸 对对 这边撸 对 对 这边来 再过来一点 过来 那没有 我把包包放在上面 给他玩 他很喜欢玩我的包包 那个我的包包 不是有两根背带吗 他最喜欢玩这个背带 马上就要来劲了 现在他里面的玩具 已经玩腻了 所以放他出来玩 是刚好合适 对对 玩呢 嗯 对 他很皮 真的很皮 来呀 他在看钩 朵朵是 越越深 他越皮 就白天 你跟他玩 他都是要在睡觉的 然后他越晚 两三点钟 那是最开心的 非常皮 对 快乐姐姐说的 对 所以我才想住在青山湖 附近 青山湖 就是上次我去湖那里 给你们拍照的那里啊 就是晚上很漂亮 然后那个湖相当大了 据说要在里面逛完的话 得逛好几天 才能逛完那个湖 然后他有一个 那个桥很漂亮的 在里面是不可以开车的 啊 如果 如果想 想那个 想 想开车的话 就要租那个 里面的那种 只有20卖的那种 小小小的观光车 只能租那种 自己开 租一下很贵的 好像上次我租了 花了两百多 还是三百多 啊 他就有一个时间 让你去开 但是如果住在那边 你可以天天去啊 对不对 骑个小自行车 就可以了 里面也有自行车租 那个青珊瑚很漂亮的 等一下 等一下 他好像看到妈妈了 他也是这两天才看到妈妈的 之前他完全不理妈妈的 噔噔 哦吼来了 嗯 来了来了 对嘛 我就知道你要找我的 嗯 他现在是口欲期 就是什么东西 他都想要嘴巴去确认一下 反正他不会咬我 他就是要尝一下 尝一下猎物的味道 嗯 你小猫咪要跟小猫咪玩 你天天跟我玩 嗯 你都没有朋友 是不是 随便撸 你看他 翻个白样 再翻一个 再翻一个 好可爱 随便你怎么玩 我刚才 想着说给他剪个指甲 就放他出来 结果还没有开始 黎哥就告诉我今天是周五 所以我赶紧来直播了 待会直播完了以后 我会给他剪个指甲 然后今天晚上就会放他出来了 明天直播的时候 不知道还能不能 他还能不能跟我玩耍啊 搞不好就去躲起来了 是不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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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撒娇了 又撒娇了 好娇气啊 嗯 他很可爱 对 对 哦 带个小哲哲 自行车是吧 我不会骑自行车啊 然后我还想着 搬到那边去就可以学自行车了 可以让婷婷 可以让婷婷的老公教我 他们夫妻俩负责教我 天天可以去他家混饭 搬到来了 搬到来了 搬到 把狗子给他品尝 哦 要摸要摸 听到吗 他刚才在叫 就是要撒娇 来 摸啦摸啦 快点 你来呀 他在吵他妈妈叫 你来 那老实安慰 就是他没有 没有妈妈理他的时候 他就跑来了 来了 对 他吵他妈妈叫了一下 刚才 你尝了什么东西 在那里 小多 哦 来了 来了 老师摸 嗯 老师摸 老师喜欢 对 老师喜欢 嗯 你别打翻水水了 刚刚才搞完了 为什么 不能打翻水 不会 摩托车也不会 电 那个电瓶车也不会 我不是不会骑 是没有平衡感 呃 我那时候住在无锡的时候 有一次 我们那时候 无锡的包裹 都是放在那个驿站的 要自己去领 我嫂子过年的时候 就回去了一段时间 然后他有一个电动车 然后那个 因为那个东西太多了 然后我没有办法拿回去 就必须要把他那个 那个电动车 放在那个 就是前面那个位置 太重了 然后我就把他电动车 骑出来了 然后我是怎么骑的呢 我坐在上面 用两个脚滑 就是没有办法 脚离地啊 离地他就失去平衡 然后就用脚在地面那里滑 加一点点油 然后两个脚 一路滑滑滑滑 滑的去取那个快递 就这样我是会的 我就是没有平衡 平衡不了 对对对对 听说三轮的还更难骑 我听说 我没有跟我嫂子说 是保安告诉她的 就觉得很好笑 然后就给她说 我看到你妹妹 在滑 在滑那个电动车 电动车是吧 我准备给外婆买一个 真的我准备给外婆买一个 买一个那种速度慢的 就是让她 比如说在小区里面骑着玩呀 不是上街啊 就是 想出去走走 然后不要走那么累 我以前是很能走路的 就是 有些人是那种 就是出门要开车嘛 像我表姐就是她说她恨不得上厕所都要开车去的那种 那我是喜欢走路的那种 就是 一般如果是走半个小时来讲的话 我觉得都我都可以了 我不一定要开车去 我是喜欢走路的 可是现在这个骨头不行了吗 就是那个 软骨会了 然后就不能长时间的这样去走路 所以就没办法了 都都在这里呀 对老年代步车 对给她买一个好玩的 是这么想来着 对膝盖和骨头都不是很好 来呀来呀害羞啦 你看她尾巴长长的很聪明 来了 嘴巴 快 来呀 想出来 她现在是有一点想出来了 之前是完全不想出来了 看到妈妈了 她去叫妈妈了 去叫她妈妈了 把你推去妈妈那边好不好 让她看一下妈妈好不好 好 表妹要吃饭 还是等一会吧 等会把她的笼子挨着妈妈那边 看会发生什么 要不要去 小豆要不要去 要卢卢 要卢卢 她好软 幼猫 她会吃饭了吗 她现在会吃了没有 哦 她多大了呢 是不是因为不会吃呢 摸摸摸摸摸摸快点 天呐200多公里太狠了 对我起码是不用饿肚子啊 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又不爱吃外卖 然后我可能待会还是会去煮一个什么东西吃的 因为我是真的是不爱吃外卖 是一点都不爱吃 哦 因为要放出来她也要见到妈妈呀 就是把她放出来之后她肯定会要去看到她妈妈的 所以就给她看一眼没关系了 反正不会放在一起嘛 之前她是跟妈妈在一起的 她会躲在妈妈旁边 她不要我碰她 满月会吃的 对 我觉得她应该是不会吃吧 小猫一般要到三个月才会吃东西 还有她现在也不能吃猫粮呀 你买幼猫买幼猫的罐头 有一个罐头叫皇家 皇家奶糕罐头 你去买那个给她吃 皇家奶糕罐头 然后给她吃到三个月 再往里面放一点那个 皇家K36 就我们家幼猫吃的是皇家K36 然后把那个放进去 给她拌着给她吃 然后慢慢的她就会吃硬的粮食了 对 皇家奶糕罐头 或者皇家奶糕都可以 但是奶糕猫粮不能吃太久 K36就可以吃到一岁 奶糕猫粮只能吃到四个月吧 好像不能吃太久 所以K36就是平时的 皇家奶糕罐头 那个就是为小猫咪 离乳的小猫咪准备的 朝鲜冷面 你这不是气我吗 我们家也有冷面 但是我我要做的话 冷面可能要做很久 就是我就想坐在那里 就有东西吃 就是因为太累了 推她的笼子看她要会不会啊 对一个月她不会吃 你给她吃奶糕罐头是可以的 还有喝奶是可以的 但是你说给她吃猫粮 就是不会吃猫粮的 她也不会消化不好 你看妈妈啊 看一下妈妈 看到妈妈了没有 果然认识哈 但是妈妈好像已经不认识她了 她好激动啊 她好激动啊 全身都在抖 激动到全身都在抖 来老师摸 来老师摸 过不去是吧 老师安慰 来了来了 来了 来老师安慰来 快点 你想去哪里 看妈妈 看她 她认出妈妈来了 姐姐 来老师安慰 来了 一仔 外面应该是有流浪猫来吃饭 对 旺仔罐头吃太多了 外面有流浪猫来吃饭 不去跟妈妈玩吗 嗯 对吧 妹 你看她咋在了没有 妹看到咋在了没有妹 不要咋了 不要咋就给我了啊 送给我了啊 小妹好可爱呀 嗯 我拿这个架子 我把那个笼子再推过去一点 对吧 妈妈在这边呀 对吧 对吧 所以把它们分开呢 其实是一个很必要的事情 如果没有分开的话 嘟嘟肯定 到现在都还是很紧张 就是在这个家 哇 乐乐你在哪里拉拉拔拔 闻到乐乐的拔拔的味道 这个是水壶的 这个是水壶的架子 水大架 它是认出妈妈的 但是又有点犹豫 因为妈妈没有理财 妈妈没有理财 妈妈没给包包啊 嗯 走啦走啦快点 哦哈哈哈哈 走走走走走走走 它不要在这里 生气了 那走了啊 对对啊 对对啊 生气了 对 有点紧张 所以它我觉得 它要领养去很远的地方 有点不现实 因为它是比较 它是比较谨慎的一个 一个 哦 妮妮来了 妮妮妈妈来了 对了 妮妮 你陪她玩一下啊 那它的性格比较容易应激 就是 虽然它很可爱啊 但是它很容易应激 我去看妈妈了 你看这个豆猫棒 已经成什么了 蘸笋棒 都不能给它玩了 要不待会吃到肚子里 对啊 它甚至更想跟妞妞玩一些 看妈妈 看到妈妈了没有 嗯 看到妈妈了没有 很可爱 嗯 来啦 在这边来 来 来 走 来 走 没有 我收起来了 没给它玩 因为马上就会玩坏 我可是花了48块钱的呀 哪怕是在家里放 放多两天也好啊 是不是 对 我把它放在 放在仓库里面了 没有拿来给它们玩 就是上次玩了一下 然后就放起来了 它认出妈妈来了 它在叫 但是妈妈不认识你啊 哎呦好可怜 想去妈妈那边 想去妈妈那边 咱咱啊 咱咱啊 咱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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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这边来了啊 来我们来玩全球好不好 玩不玩全球 玩不玩全球 小包姐姐来了 玩不玩全球 对吧 对吧 那他出来了 就是晚上 他 放直播完了 我把它放出来了 他肯定还是要去找 唐妈妈那边了 所以给他看一下 没有没有什么关系 反正都是要见面了 哦 我刚突然想吃一个东西 炸酱面 带回去解冻一些肉 然后自己做一个炸酱面吧 不过好在啊 好像什么都没有 哈哈 就是 只有炸酱和肉末 其他什么都没有 这个是什么东西 搞在里面了 我拿走 你玩不玩全球 嗯 来了 又想玩 又有一点害羞 是不是 那我从这边来啊 从这边来 你先玩 玩了没有 有辣酱油 对 大虫也没有 青 小葱也没有 黄瓜 胡萝卜 什么都没有 你看到这边来就好了 就变好了 就是我的好朋友 从那个门口进来的都是敌人 嗯 喝醇醇喝了 看看刚才有没有提什么问题 我妈妈你要吃 妈妈 妈妈你要吃干干嘛 你去拿干干来给妈妈吃啊 热干面 我们家没有麻酱啊 热干面不是要放麻酱了吗 嗯 葱油麻酱 我没有麻酱也没有葱 等一下哈 我去给妈妈拿干干来 然后随便把我的电话插上 说充电电 要不待会就没有电了 我等一下啊 你去拿 你在这等我 你不要听到声音就跑过来 你看 就在这里等我 嗯 这个是那个 小公鸡冻干 就是农大的 农大不是有一个蛋鸡的 那个什么 北京农大有一个蛋鸡的研究中心 还是什么开发中心技术的 就是专门 专门 留母鸡的 那么孵化出来的小小公鸡 他就把它整 就是还有卵黄树的 刚孵化出来那些小公鸡 全部做成这个冻干 所以他叫做整只鸡的冻干 这是我朋友做的 我这个朋友他很牛 他是他是拍过极光 上了NASA 然后又拍过 又拍过前段时间拍了很多 我们看到的神级神级的那个 啊 飞船的摄影师 他很厉害 然后又很年轻 拍极光拍流行率 拍 神舟极号 都是他 对 嗯 他很厉害 我我来开这个啊 然后这个是他他他他搞的 我也觉得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经历 就常常我会忘记他是一个摄影师 哈哈 撕不开哦 撕坏啊 现在可能要剪一下 啊 啊 咱那么激动 不是给你吃的 是小毛毛吃的 他他本来就是国外回来的啊 不存在移民 他是从国外回来的 哦 他还很年轻 今年也就二十几岁吧 嗯 结婚了生孩子了 跟他的青梅竹嘛 哎呦 怎么办被我掰坏了 我刚才掰反了 应该 应该从那边打开了 完了 我的水 好在里面没有水 应该从那边掰开了 然后我从这边掰开了 就被我掰断了 好蠢啊 嗯 刚刚还说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等一下呢 来给他剥开呀 偷偷在这里睡觉 我用一个几夹刀给他剪一下 都来了 都来了 你看 都来了 那边 你看 圆圆又收了一个干女儿 在陪干女儿玩耍 很可爱 你看 他追着圆圆要跟他玩 待会给他吃 嗯 花花也来了 嗯 都来了 都来了 阿仔躲开阿仔 你不能吃 不能吃小猫咪的东西 阿仔 妈妈 妈妈向你走开 走开了没有 哦呦 乐乐已经爬到我身上来了 看一下这两个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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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一个 刚才两个都趴在我身上 嗯 有这样的吗 你们两个 等一下 哦 花花要吃花花要吃 妈妈知道了 等一下啊 耐心一点 完了是真的给我弄坏了 现在核不回去了 已经坏了 哪花花 后退了没有 那妈妈 妈妈 你退退一下 你退一下 对对了对了 想当女主角就要退一下 哎呦 哎呦 妈妈连嚼都不嚼一下 那乐乐 嗯 乐乐也爱吃 乐乐不能吃太多 乐乐本来就拉不出爸爸 哎呦 这个猫猫 嗯 超酷的 来 来 花花 花花不会从手里接 全是猫 嗯 来 花花不吃了 我给她 她吐掉了 猫猫是完全不嚼的 就直接就 直接吞进去了 哪乐乐 弟弟 喂鸡好不好 喂鸡喂鸡 妹妹来妹妹 我想喂鸡又怕狗头吃 对 哎呦 尿尿在我后面 拍着我的脑袋 小抱也是在后面 那先喂他们两个吃一下 抱抱咧爸爸 抱来吧 不能打架 你不能跟小抱打架 抱抱 嗯 抱抱 等一下的 你刚才吃了 都吃了好几只鸡了 对对 啊 啊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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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咱 咱咱咱 站起来去 快点 你站起来呀 好懒的 咱 我今天厚着脸皮去找了一个装修公司 然后 不是不是室内装修啊 就是 庭院的装修 然后想问一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就是置换 我给他拍视频 然后把整个设计过程啊 然后还有装修的过程拍下来 然后给他免费发 他能不能给我设计一个小角落 就是气氛组的小角落 关键是有院子的地方需要人家帮设计一下 怎么让猫可以到院子里面玩又不会跑出去 这种一定要专业的人才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就想能不能跟人家置换一下 就他给我设计一下施工一下这样子 但是好像被拒绝了 妞妞你到底要不要去 这些亮晶晶的口味 顺着两个顺着 顺着也是一个不嚼 完了 我的天啊 一包都撒了 等一下别动 别动 通通别动 他还撒在原地我还来得及 他已经在填填水了 好危险啊 哎呦气死我了 这才叫翻车啊 这 这才是真正的翻车 没有被我掏起来 阿赞 顺着来顺着 顺着 顺着 顺来顺 阿赞太胖了 现在要控制一下他的饮食 所以很少给他吃零食 就是半夜的时候 如果我工作的很晚 我睡觉之前 会给他吃一个那个牛肋骨 就 上次买了好多 现在都还有三包 没有开了 因为我不会就是一天给他吃很多 最多就是一天一根 毛毛想吃啊 毛毛咋的了 毛毛除了想吃 就不会有别的了 来来来来 他看到妹妹在吃 他着急了 乐乐在哪里 乐乐 弟弟 你又在干什么 快来 我希望有一个院子 然后我能让猫咪也出去玩 对 你千万不要买 还有还有三包没有开了 可以吃很久的 因为我不是每天都给他吃的 他吃多了 他也会腻 去哪去哪 乱乱乱 乱乱乱 咖啥不爱吃这个 其他的人家别的猫都爱吃 就他不爱吃 你不可以啊 阿贝又盯着了 哪一下吧 嘟嘟要不要吃这个嘟嘟啊 啊我有呢 上次还有吸盐 那时候给我买的那个 叫什么来着 柠檬 冰糖柠檬 川贝柠檬 我都还没有吃完 还有 然后还有 还有那个 啊 静静给我寄来的也是柠檬 那个蜂蜜柠檬 还是什么 我忘了 我西安的朋友 他也是经常会给我寄这些东西 对的 对的 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个 对 点一下 对了 对了 吃进去了 待会就知道好吃了 让他知道这个袋子发出声音 就是有吃的东西 你这样才会以后有信号 就是你想叫他来的时候 是不是好吃 哎呀掉了 拿去这壳 对的 对的 对不用手 不用手就直接吃就好了 不用走程序的 你看又掉了 那对的 那教会他怎么吃 他刚才就是从我手里叼走的 对的 对的 他看到顺子去捡他掉的那一颗 他现在要打他 那 多嘞 对了 会了 学会了 那顺子 顺 顺顺 妈妈你不能吃这么多的 刚才吃了那么一大堆 多嘞 多 你 你蠢不蠢的 他把它弄到下面去了 好蠢 哪顺子 呵呵呵 等着呢 等着呢 等着 这里 要看一包啊 吃一颗就好了 他还看着我手里的一包 感情是够大的 感情是够大的 对 嗯 这一根成功了 吃到嘴里去了 妈妈不能吃这么多了啊 嗯 再吃一根 不能吃那么多哈 吃一根 再吃一根就好了 对的 小孩子们很容易分心的 这小猫咪 所以小猫咪你想教 哦 又掉进去了 蠢不蠢的 哈哈 那 来 顺子太可爱了 他刚才是飞进去 飞扑上 飞扑的进去 这个鞋子的 太可爱了 可惜没有 没有给你们看到 他飞 飞上去 扑进去 很可爱 那 那 那 这点 你看 你能不能好好的吃 对吧 对的 你还吃不去 老师再给一根 还吃不去 他应该不饿 因为刚才才吃完罐头 别搞了 再搞 待会又掉进去了 对了 还是要吃的 来 来 来 弟弟 对 那你爬上来吃 妈妈就不用低头了 快点 嗯 他们两个智商应该是差不多的 耳朵怎么了 他的脚脚上面是有芝麻垫的 墨不够 来呀来呀 不吃了 不饿了 他应该是 那 热了 站起来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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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吃 这样妈妈就不用低头 应该没有胖吧 他 他很奇怪的 他是冬天 他是夏天发 发毛的 那个准备在这里剪漏 没剪到 剪漏 失败 我肚子饿得 咕咕叫 还吃不吃 什么 他以前也不要拖鞋了 拖鞋是那个 小 他小时候呢 咬过一阵子 就是 把那个拖鞋叼在嘴里 甩来甩去 他玩过一阵子 但是他没有什么兴趣 就觉得后来没意思了 就不玩了 会搞坏拖鞋 是单单 单单是他会 放在那个嘴里 就慢慢的磨它 把它磨断 就像一个那个锯子一样 慢慢的在锯 无声无息的 然后等你放线的时候 拖鞋已经没有那个 人字拖 已经变成了一字拖 那 不吃啊 不要吃 顺子 小猫 小猫有异象人 他一直在挠耳朵 等一下 我要看他耳朵 是什么回事 小猫有异象人 但是最后还没有确定 是领养给谁 有一个 内地的小姐姐 就是国内的小姐姐 他呢 他希望领养一只比较亲人的猫 他说他之前的猫不是很亲人 所以他想领养一只很亲人的猫 但是我不敢打包票 我们狗狗他就亲人了 对吧 这个 万一领养去了不亲人 怎么办 是不是啊 这么远的地方 因为我是不限地区的嘛 那如果是领养去了远的地方 到时候 我没有办法照顾 就是说 我很怕领养人有一些期待值 就是 因为那些期待值未必会实现了 打个比方 你看到他跟我很好 你觉得他亲人 但是 但是他是跟我呀 对不对 他去到你家了 他就未必会亲人了 还有一个跟 禅师官的耐心 还有包容心 还有他的 一个时间的长短 适应的时间的长短 都是有关系的 那么他跟我好 他不见得说 去到你家就跟你好 我就比较担心 就是有期待值的禅师官 到时候 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 怎么办 是不是啊 那你说 他到底是亲人 还是不亲人呢 对不对 所以我就 不是很放心吧 我看乐乐到底在偷吃什么东西 谢谢亮晶晶 谢谢 没有了 吃完了 毛猫不能吃这么多了 毛猫还没有吃过 眼还在这盯着我 反正吧 就是这个猫 他跟我很亲 但是他未必会跟你很亲 我就不敢打包票了 哦 这个是我拿给他喝水的罐罐 难怪他一直在这里舔 当时我没有找到他 哪发花 我没有找到他 我顺手就放在这里了 当时我是去喂流浪猫了 然后就 一代 就没有找到乐乐 我去放在这里了 已经给他吃光了 这也是那个亚虫展带回来的 到时候给你们抽奖 这是小配的 小配的罐罐 一个骗水的罐罐 他叫做 叫做什么 大门罐 就是他是汤汁比较多 很适合骗水 吃零食罐罐 难为我宰了 难为我的乐宰了 吃得这么辛苦 在这里 他也不吭声 可能因为是自己在 因为他是在偷吃心虚 所以不敢吭声 那叫做小及到 ven invasive 收小心 小妈咪 grands 小妈咪 小妈咪 笼子挪了一下 你看他就敏感了 平时这个时候他会一直来找我玩 他他在冒沙盆里面呆着就说明他有一点紧张 因为他觉得冒沙盆里面安全 刚才就是把他的笼子挪过去了一下 他就有一点敏感了 那三个这三个又在准备搞什么事情 我觉得他们是要搞事了 飘妹后天就可以拆线了 他是18号绝语的 7到10天拆线 然后其实已经可以拆了 但是还是要 我觉得还是再过两天吧 因为如果真的没有弹笼 领养不了的话 他要放回 放规的话 还是要等他身体养好 是不是啊 不要有什么后遗症 我看了手术很成功 伤口恢复的很好 然后呢 拆线之后就可以给他打疫苗了 三天 拆线完过三天就可以给他打疫苗 然后再休息三四天四五天就可以放出去了 啊 他已经 阿仔 对 我在给毛毛输毛 妈妈咧 我们再给你梳毛 给大家看一下 妈妈 嗯 我把这个弄高一点点 放下梳毛给你们看 乐乐也要梳毛 书一下 这两天都没有梳毛了 因为百天老是出去 这下就不用担心车没电了 不过昨天也没有开车 昨天是坐爸爸的车去了 然后去到一半才又是他走了 所以后来我就坐地铁回来 嗯 别动了 别舔了 我都在给你梳 还在舔 我肚肚 肚肚 肚肚是最 最打结的 好 不用 都在一半 跟小勺肚肚子还破桃或许治疗 可以想呈 sono藻ulle受新银损了 好 对 我还要zos 别动 胸膀半斤了 马死了 马死了 这个猫猫 好了 你看都是把节的忙 剩下 不能动 好皮啊 醒了 醒了 别哼了 好忙啊 这个猫 怎么这么忙呢 你比我还忙 舒坏啊 舒坏啊 不能跑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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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边没说完 我手上都摸到 这里有一个紧 别添了 我看 哪儿 嘘嘞嘞嘞嘞 嗯好吧到乐乐了 嘞嘞嘞嘞 嘞嘞嘞 嘞嘞嘞嘞 嘞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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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 没有开始就开始哼了 最不配合 人家都是掉毛剂 它是爆毛剂 为了是爆毛剂 它完全不掉毛 要这样说 别哼 别哼 我要说腿吹啊 这边 它很讨厌说毛的 要跑的 很厚啊 这个毛 输的输不进去 嗯 这里有一点 嗯 嗯 哈哈 它说嗯 你狠掉了 你再啰嗦 我就把你的那个空蛋包给人家看了啊 没有淡淡的空蛋包我要给人家看了 不顾忌不顾忌你的体面了 谁让你不停放 嗯 这个吊神 对它很累 换一点换一点 行了 别动 你看你的脚丫掉的毛 你看那脚丫掉的毛 短短的很结实 好有意思 就是这个脚丫 好好笑 别动 别动了 别动了 把脚丫的毛输好了 身上还没输呢 别动 妈妈生气了啊 我直接拿手扯了 你要不要吃东西了 你要不要吃挑挑的 哎呀 等会给挑挑挑 看这种白色的呀 它在黄色当中有一条白色的那种就是肺毛了 如果不熟 待会就会掉到地上去 或者会打结 行了别动 这个大黄狗 这个大黄狗一点话都不停 还想泡 往哪里跑 嗨嗨 你看它力气大不大 这里全是肺毛 妈妈都看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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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难哦 嗨 嗨 嗯 你要不要吃冠冠 对 吃冠冠 腿腿伸出来 嗯 嗯 挑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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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说错了是挑挑 对 嗯 嗯 嗯 再忍一下 现在不熟 下次熟更疼 别动 别动 嘎吱窝 嘎吱窝 这很容易打结的 你看 是不是 好在书了 要不这一堆毛一大结还得了 别动 嗯 这边干净 这边 哎衣服都要给它拽下来了 这个猫 耍流氓 是不是待会直播间直接被封了 我告诉你 搞颜色 是不是 嗨 跟他搏斗 我真的是搏不过他了 他因为他四个 他有四只 四个脚都可以跟我 跟我打仗 我打不过他 那妈妈给你拿 这两个 我还讲话算数的 那 是不是没骗你 对吧 树毛肯定是有好事的嘛 对不对 对 对 那小海现在一直在猫砂盆里面 你的那个下巴猫砖了 这也要嚼一下嘛 搞不懂他 他怎么回事 这个也要嚼一下 好伤 这个儿子真的没有用 这个条能吃成这个样子 怎么回事 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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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擅擅 相对 给你们看一下刚输下来了 全是热热 这对 可不可怕 它主要是打结的毛 它不怎么 这几天不是挺忙的嘛 然后就没怎么给它梳 然后 而且好在这个裤子 它是针丝的 所以有些人说你为什么不穿你自己做的裤子 因为会黏毛 我做的都是运动的 就是针织的 然后会黏毛 我都舍不得穿它 对毛酷 现在是毛酷 不辛苦 养了它就是得 就是得干这个呀 不行 不能当成一个工作 或者是一个压力去做 本来就是享受这个过程了嘛 哦 这一生全是忙 小可怜 它在那里面壁撕过 对对啊 等一下 对 不高兴了 不开心了 它现在离我远远了 就是跟之前一样了 就是要表示 表达它跟我之间的距离 就是我跟你没那么熟 不要装熟 对对 对对 下注啊 对对 对对啊 怎么不理上去啊 嗯 阿佐迪来 她可能 她可能还是 刚才有一点认出妈妈来了 但是也没有完全认出来 又把鼻子 又把鼻子掐在这里面了 哦 要摸摸 可怜了 这生气气了 想要老师安慰 她在里面就睡着了 要摸摸吗 摸不摸 摸的 气归气 摸还是要摸的 摸这里摸那里 她那个手手摆在外面 好可爱 为什么要在这里睡呢 对不对 嗯 为什么要在这里睡呢 对啊 老师闻一下手手好不好 手手给我闻一下 真鬼 好鬼啊 真鬼 随便问 像个小狗熊 赞呀赞呀 另外一个猫的血缘里面就是 就是她妈妈 就是飘美 摸摸摸摸 不能停手的 一停手她就要看着我 摸摸摸摸摸摸 好可爱 狗狗 狗狗一直在惦记着 刚才她 她掉下去的那几颗冻杆 在周围这里 徘徊了好久了 那爸爸来了 不要爸爸 她再以为是她爸爸 妈妈连连又去门口等了 好好笑 没有 没有来 没有来 爸爸没有来 她好傻 她好软 狗狗跟领领一样 软软的 领领也是很软很软 以前我以为 我以为那个黑猫的毛 我以为是比较硬的 就是那种 又滑又硬的那种 有一点像 像 我虽然没有摸过雕啊 我是感觉是应该 像雕一样的 身上那种一样的 但没想到她好软啊 我要在这里睡啊 今天是怎么肥饰的 要睡在这里 为什么要在猫杀盆睡 知道了知道了 看好贵啊 随便怎么吻 嗯 贵了 贵了 那你睡了 不吵你啊 爸爸 爸爸是饭团 万师傅 嗯 爸爸 甚至还有快递小哥 他都认为那个是爸爸的 还有东东哥 都是爸爸呀 完了 我的水 不用喝了 路宝宝帮我喝掉了 阿宅 阿宅一看到男生 他就 他就很激动 就因为可能我们这个家 比较缺乏男生吧 然后 他跟男生都 都挺好的 对 他喜欢男生 是的 是的 所有出现过的男性 都是爸爸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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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宝宝 路宝宝 小姐姐为了骗他喝水 还专门拿了一个自己喝水的杯子 给他装水 然后他就喝得很开心 对 万师傅呢 他是比较有印象的 因为万师傅经常来嘛 然后 他跟万师傅就比较好 然后还有那个快递小哥 快递小哥就 天天来嘛 然后又很贱 隔着那个门来逗他 就是你能摸到我 我能摸到你 但是你不能摸到我 就是他气得要命 今天下午也是 今天下午 今天打包因为比较多 上心的时候打包都比较多 然后 我就叫那个小哥进来拿东西 就是在仓库来拿东西 那中间有一个门 就是那个铁栅栏嘛 然后 那个小哥很坏的 就在里面逗他 把他逗得在外面挤了 在那里哼哼哼 因为我不让他进仓库 现在都不让猫猫和狗狗进仓库 因为会搞得有猫毛啊 很难清理 喜欢猫的人还好 不喜欢猫的人 他就会觉得说很脏啊 所以现在猫都是不可以去残魂 可爱 这两个胖子 一个胖妹 一个胖哥 这两天淘宝还是有活动 那个 满200减200到26号晚上 我们店铺没有撤那个店铺券的 如果你想买旧的东西呢 就是买那个不是新品的东西的话 就跟我讲一下 不要马上付款 然后我去给你打折 如果是买的新品的话呢 现在买是很划算的 因为满200就减20 然后店铺券再减20 就等于一下子减40 我是因为懒 所以我才没有撤掉那个店铺券 对 我发现的时候啊 已经 已经是这样了 我就懒得去撤了 我就说那就这样算了 因为 好像再去撤不太好 是不是啊 然后就这么卖吧 所以如果是大家 有什么想要的就赶紧 赶紧下手吧 还有一些东西都快断了的 就是只剩下几个几十个 地毯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昨天晚上做了地毯了没有 地毯也是会打很低折扣 因为还有一百多张地毯 我也是 也是怪我自己啊 就是数量就是做多了 然后因为他也有一个起定量 你不做那么多 人家也不给你做 然后还还有一款 还有一百多个 一百一十多个地毯 还有咖啡杯 还有那个保温杯 这些都都拿来搞活动 甚至杯垫还有好多 对的对的对 那么那么如果是有需要的就 就货几乎是六折吧 好像都不止六折 你去看看吧 就是如果是你买单个的话 你可以让我打给你打六折 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上架这个活动 这几天呢 一直都有小伙伴会拍到那个旧货 我都叫他退掉了 如果我打他付款了 我说你退掉 你重新拍我来给你打折 或者是说等到27号你再去拍 因为27号有捆绑销售的其他东西更便宜 啊六折当然很低啊 对真的没有赚那么多的 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了 就是一定要把把那个 呃要把钱变出来才可以 要不我没有钱 你被劝退了 哎呀我犯傻了 我忘记了这个事情弟们 哎呀我脑抽了 你现在说了我才想起 弟们你知道吗 你的包裹我今天打了三次你知道吗 第一次啊 第一次是 是搞错什么东西了 然后我把袋子拆开了 就浪费了一个袋子 因为那个袋子一拆开 那个胶就坏了嘛 然后到第二次 打的时候我想起这个是D们 哦这个是D们 然后因为我有东西要给他 哦又拆了一次 又把东西给他 第三次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本来我要寄给林妈 直接寄去香港的东西 结果啊不可以寄 然后我又请求D们帮我 忍肉带过去 因为他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他会 到回到这边来一趟 然后我就寄到他要去的地址 然后请他帮我带给林妈 啊对 然后这样的话呢 呃就林妈就可以收到了 因为我给他带的是一个皮肤的药 然后有写他的名字 有贴你的单子 然后又跑来打了一个单子 很好笑 嗯 对因为我一个人嘛 然后又脑子里面 今天白天我是在想什么事情了 我忘记了 就是一直在想着一个什么事情 啊就是脑子没有专注的去做这个事情 就很容易出错 呃好在我今天是检查又检查 就好几次都检查出来了问题 比如别人是买一个啊黑T恤 一个灰的短裤 然后我会可能拿成黑的短裤 然后灰的的T恤 就是人会蒙掉啊 就是会蒙掉 这几天需要思索的事情太多了 就是要要做一些假设 就是如果是 嗯 马上他给我的时间短的话 我就是会做这样的假设 那么我昨天看过的房子 以及我打过电话的房子 哪一套可以最迅速的租下来 然后大概需要多久住进去 就是我自己心里面是要有一个准备的 就是你要有几个预案对吧 如果是给的时间长 那倒无所谓 慢慢的找慢慢的搬 对吧 然后但是如果时间紧张的话呢 那就要快速的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就还是需要清醒一些 所以想很多事情 对今天晚上我一定会早一点睡的 因为我已经决定了 明天早上不要发稿 要发也 如果来得及的话 我明天晚上发 明天晚上直播之前发 六点这样子 今天晚上一定要早一点睡 我是困到睡不着 你知道吗 我现在已经不饿了 刚才已经饿过了 但是我还是会去吃饭的 就煮一点鸡蛋酱 然后拌个面吃吧 应该好吃的 然后还有那个腐乳啊 再加一勺腐乳进去 应该就很好吃了 腐乳拌面也好吃了 你们吃过吗 对 对对对 已经没有饿感了 已经没有吃东西 然后过来一会儿就好像吃过了一样 就忘记了这个饿感 对 对对对 这是很难受 好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来到直播间 谢谢大家给我加油鼓气 大家放心 我有什么问题 会来跟你们汇报的 对 我不说的话 两天我的嘴就要臭的 你们从我之前抓到小猫的事情就应该知道 我是个藏不住秘密的人 到时候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如果有什么疑惑的话 也会来请大家来给我支持的 好的好的 喜欢我们的朋友 记得关注一下 我还可以关注一下土豆爱奇 牛腹视频 好看视频 西瓜视频 以及脸书 小红书 还有淘宝 都是李西猫 好的好的 那也祝大家周末快乐 好的好的 晚安 拜拜 爱你们